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 歡迎收看這次的 八月底新品開箱 太多了八 沒有 八月底 變成像你放瘋了一樣 疫情差不多趨緩 砰 砰 一堆東西 砰 叫什麼 發明 好 那我們就挑一些 我今天就只有選全家跟7000 那我們就先挑一些 不用微波的東西出來 然後慢慢都試吃 這樣很快 這感覺很快 好 先吃它 這個是 檸檬奶油夾心吐司 我覺得太 它的醬太滑 它奶油的口感太明顯 就是有一種你在吃生日蛋糕 然後把那個奶油直接刮起來吃 然後它有一點檸檬香就這樣 可是那個檸檬香我覺得還蠻喜歡 它味道很酸 算是中味中矩 沒有想像中的噶心 6分 我也超過6分 我覺得它勉強幾個 我覺得是可吃 但是如果有巧克力我也選巧克力 有花生我也選花生 對 下一位 下一位 這個 這看起來很摘 它這個也是最近不知道什麼檸檬劑 它是什麼 檸檬煉乳鬆餅 它會不會是 不好意思我先不打開 它會不會是跟剛剛那一樣的口感 確定 28外面麵包換成果肉燥 那我也會開發新品啊 我覺得不好 我不喜歡它中間那個檸檬的味道 它弄得太化學了 它有一點麥芽糖的口感 我太喜歡 它有一點異物感 太重 我倒覺得這個比較吃 提起剛剛的 我也是 因為這個銅鑼燒它的甜 比剛剛的那個白麵包 還要更能跟檸檬香搭配 看起來我覺得比較像那樣的甜點 這個有7.5分 這我差不多7分 6分 因為我覺得它味道我 見仁見智 好 我們換7分的 一直來吃全家 就是 最近包人家出馬卡吧 好不好 還是 還是馬卡喔 還是馬卡喔 我蠻喜歡 就是那個吧 那個D6包的那種 咖啡吧 咖啡工廠 咖啡工廠 口感也還行 但砂糖感很重 可是 為什麼 吃咖啡味 為什麼 它是焦糖海鹽 真的耶 所以我們剛剛吃檸檬的關係 可是 為什麼吃咖啡味 它有一個拿鐵的味道 嗯 進去就是一個咖啡味 沒有焦糖 嗯 我覺得跟剛剛那個差不多7.5分 我也差不多7分 這個我也覺得是7分 我 為什麼是咖啡 為什麼是咖啡 焦糖海鹽 我想不到耶 天明你們可以趕快 對啦 好吃的零嘴 好 那我們繼續選 這個咖啡味 它繼續甜的嗎 有沒有 我要甜到底了 發霉菠蘿 來 福海菠蘿 你剛剛還騙我 我還被騙到 我想說 它發霉得很漂亮 來 你先請 你先請 大牙 等一下 我拿裡面一秒了 它有內餡 它有內餡 什麼 真的有內餡 它有內餡 內餡交易 靠腰講頭香塔 我們必須誇獎它 它有皮是脆的 這脂肪麵包只要皮是脆的 就先過一半 我還要吃牙膏 我剛剛真的想跟你說 這個超像我之前開箱過的 那個 GENMAN的脂肪系列 而且我吃的時候 我就想到那個脂肪是整我 那叫脂肪 我想 牙膏 牙膏 它就是 這脂肪會太重了 巧克力 零 它有一點點 還會有後勁還涼涼的 它不會是我 買麵包的首選 我應該是五分 我幾個 不會選 我大概六分 不要 好 再來是這個 鹹蛋黃香菇肉 我看起來超強 我最近超多 你不吃鹹蛋黃 不吃鹹蛋黃 但是我吃上次 乖乖乖 那是爆炸 沒想到爆爆 裡面的肉 一顆在那邊 切開來講 我覺得食慾葡萄 我要以吃宵夜的標準來看 肉很爽 我要說去老實 我覺得我做的肉都沒這個好吃 沒到這麼嚴重 他們至少都有他們的那種配方 它肉的那個香氣的部分是剩的 因為我們用的是 食肉 所以那個嚼勁啊 肉汁啊啥的 口感都差太多了 食慾葡萄沒啥味啊 但它沒有到很鹹啦 它算是 偏蛋的食慾葡萄 它也 5.5算 我6分 我 5.5 因為 不會回購的東西 就不會到6分 對 因為它對我來說 沒回購的 就是我看到不會想賣 不過如果是我的話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 我搞不好還是會很難 因為我就是很愛吃包子 比起剛才還沒吃 沒事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掛包 掛包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這個 掛包 我好期待 我也來吃掛包 哇 好工整 好好看 這個要弄出來給大家看耶 來來來來 所以說它 好工整 然後會閃掉耶 來 趁 還不錯 一直有到 但是 真的比起路邊巷公買的 那種好吃的瓜包 還差了一點 差了那個五花肉 沒錯 可是它的 掛包粉跟酸菜的味道是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就一模一樣的 但它不是啊 它是那個乳排吧 它是乳排掛包 所以我們一開始 沒有那個五花 然後我就沒有吃過 裡面不是五花肉的掛包 對啊 還不錯 而且它是台鐵的 台鐵的那個便當一直都是 很優質的 所以就會覺得 欸 它說這個乳排 給過我們這樣就給了 氣氛 我也超 我之前有莫名其妙 我蠻喜歡的 我也有氣氛 重點是那個 花生粉另外一包太聰明了 好 下一個 接下來就是 連健保都會不覺得 這東西是不是 借私還魂的 墨西哥風味肉醬薰腸卷 我們來 直接開箭 這是最誠實的 蛤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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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香腸給太多了吧 我也可以喔 它直接給滿耶 讚喔 它瘋了吧 我剛剛沒吃這個皮 但我吃德式香腸加起司 好吃 真好吃 欸 有比我常常吃還好吃很多 它沒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打預防整 因為 你看 我有吃過也是 剛褲子感覺滿像 那很難吃 但是這個 我覺得滿好吃的 我覺得滿好吃的 8分 我也高過8分 我很高過8分 因為它裡面的香腸跟那個 蟹是 哇 有進步 是吧 好 我們換下一個東西 先把這個東西給解決掉怎麼樣 甜點跟解決掉 我們先把甜點解決掉 香草風味布雪 什麼是布雪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布雪啊 布雪 對啊 怎麼是 太尊重了 我覺得這個不就只是 更大塊的台式馬卡龍嗎 好漂亮喔 一模一樣的 可是它多了一份鹹味 然後它表題稍微比較酥一點 它就是這個 大型馬卡龍 加上跟馬卡龍說那個東西 對 高級版那個 我覺得它比 那個奶黃那個還好 想吃點心的時候 比起剛剛那些 我個人會選擇 它也可以跟馬卡龍 放在一起 就是6分 隨便 6分 6.5 好 放在那個 領域區 領域奶子區 各方 馬雀區 好好好 我們現在來吃這個 吃一肉沙拉 觸底反彈的孩子們 好餵 可以來吧 吃這個沙拉 它的大卡數都141 給我看一下 它這一次的拍拍攀 跟肉還有蛋 我覺得做的比 前面幾款來說 還要喊得好看 好看 這個肉有種特別的風味啊 這什麼風味啊 好像有點海 魚的感覺 魚的味道 這有個魚味 為什麼會有魚味 這好吃耶 可是它比較偏原味一點 嗯 嚼到後來就原味 這次的沙拉我會給到7分 我覺得蠻好吃 不管我一定要加醬看看 這個醬 蠻合我的口味的 酸甜酸甜 滿提味的 以沙拉來說 絕對不膩口的沙拉 觸底反彈的兄弟們 你健身的角度來講 7.5盤 我也是7.5盤 我覺得我也會夠 OK 那再來就是 剛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每次都喜歡 就是有點像打對台的感覺 有有有 烏龍麵 你也要烏龍麵 到底誰的烏龍麵比較強了 登登 還完虧的耶 哇然後全家的這個 它給的溫泉蛋 很屌 整顆的耶 先打一根 打這個牙 來看看來看看 這個是整顆溫泉蛋 這個有意思 這85塊有點屌 好我要吃囉 來 全家 滿好吃的喔 我很喜歡它那個溫泉蛋的口感 好吃 真的好吃耶 今天目前會是最好吃的 快9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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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那個醬汁的那個調和 跟它那個 肉泡 它那個蛋黃的那個口味 濃郁的蛋香 它那個麵條的口感 哇 好吃耶 我把它整個這樣子來一來 算說它是冰比較久 但是它麵條的勁到沒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以 全家 全家買得到的話 很OK了 強 它的調味我覺得好讚 你小心啊 這就是麵 你要一三大囉 豆皮很甜 豆皮非常甜 麵的口感已經全家的那個 一點 全家那個已經感覺有點硬了 對 然後這個 口感真的好 我覺得 它的 它這個麵的口感好得很明顯 但是調味真的是差得有點 我覺得 它這個是走清淡系 對 整體性來說的話 它我啊 我覺得全家會勝一點 這個是 口味豐富 豆皮好 你可以有點吃到像在 王歸吃豆皮的感覺 超過是這樣 我只能 忍痛給細分 以為過的話我會去它 可是蛋太強啦 但是我還是會給到7.5到8分左右 我會給8分 它其實不難吃 真的不難吃 但是兩個比較起來 就沒辦法 我覺得看起來不賴啦 看起來不錯 但是看起來好像顏色有點神啊 究竟跟我20年前吃到現在的口味 差別的哪裡呢 我覺得很好吃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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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我一直以來都偏好吃 然後分量小 肉有點少 對 沒錯 一直都這樣 可是它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好爽 好半夜這個肉汁 鹹甜度加它這個飯的那個 淋上去那個飯的肉汁那個感覺 重點它有炭香 怎麼回事 對啊 它很明顯啊 它跟我記憶中差別最大 就是那個炭香 有夠香有炭香 吃下去就會直接就 整個鼻腔裡面都是那個味道 所以炭香太香了 好好吃 層次做出來 厲害 8分 8.5分 太爽了 這個是新商 新商市的那個 精華西班牙海鮮燉飯 可是我們記得我之前 開箱有開過 類似的東西 可能我忘了 大家再幫我回憶一下 我必須老實說 不管是全家還是Seven 這種色彩繽紛 看起來超不健康的系列 所有都好吃 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它很重口 非常重口 對啊 所以有點想喝水 但是確實好吃 調味夠重 我已經調成這樣 還不好吃 那它的海鮮的味道也夠 海鮮味道夠 這裡面的料都蠻實在的 蠻好吃的 有嚼勁 我會給到 8分 我也差不多 8分 8點9分 為什麼給到這麼高 因為烏龍麵無敵的 烏龍麵很9分 你給蠻高分的 因為我真的就蠻喜歡 吃這種風格 最後 最後 有沒有看到 居然是長這樣的 居然 它有湯嗎 這什麼意思 它不是玉米濃湯 它是玉米杯杯 它是玉米杯 它就是杯 它就是給你一碗熱量 居然是這樣子 我覺得熱量就是爆炸 對啊 我還以為我在客戴當老的那個玉米湯最底下 拿湯匙挖起來 吃一口 差不多就是可以 不難吃 它蠻好 但是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美 給它太多的期待 對不起 它的玉米不是說太咬下去會爆 它沒有很有顆粒感 它有點粉粉 然後 它裡面的那些起司啊 都跟那些湯拌在一起 根本就是 上次的它起司該有的味道 那 吃不到起司 嗯吃不到 但是奶油的味道重一點 你說它好吃嗎 我覺得 我應該就是給個6.5分 減減餐 減減那個 你很想吃玉米的感覺 但是 如果說到真的 我會回購的話我也不太會 因為它真的太怕高 你會在家裡用玉米罐頭自己做一個 差不多6分 可以及格 可以及格 但是它就是還不到 這個東西 照我們現在冰箱裡面挖出來 可以直接做一根鎖 嗯 直接挖 我覺得看它CP值 它多少錢 49 太貴 真的太貴 太貴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 飛行商品評測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最後呢 不要忘了訂閱大公 會是所有的朋友們 那一些野狐隻跟健保 可以試吃完這些東西 OK 那我是阿信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